周末散步 探访赤峰街文青据点 隐身在台北老街区二楼 沿着狭长木梯 拾街而上 时尚与潮流住进砖墙老屋 与打铁街形成截然不同风景 Furman Store发酵屋 保留原本的立面空间与油山衡量 注入当代的时尚元素 打造出别具风格的复合式平台 一个城市里 如果这个城市还是年轻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追求新颖的东西 追求3C 追求很酷炫的外表 可能什么很摩登的房子 但是我觉得台北这个城市 现在已经有点到中年大叔的感觉 然后我们大家追求的反而变成说 如何去看到以前老东西的美好 如何去保留这些东西 Furman Store在一届中年的城市里 以擅长的时尚与经验元素 重新赋予老屋浪漫的新生命 巷弄里的时代1931居酒屋 原指十日具时代弹珠汽水工厂 一砖一瓦 碗线于老窗 结构外观从1930年代到现在 不应时代变迁而改变 原本的弹珠汽水工厂 迁到南部那边 我们的社长刚好经过这边 看到这个房子就觉得还不错 卡诺也是我们社长很喜欢那一部电影 我们的名称叫时代1931 那时候加农高中 刚好去加紫园那边 爱上卡诺电影的社长渡边人 访台时惊艳于废弃工厂的风华 决定保留老屋的美 结合他深受感动的卡诺 打造出风格特殊的居酒屋 新时代的热血记忆 结合过往辉煌荣耀 为赤凤街注目了更多新生命 TN涛新闻 达铁街变身文经据典报道